中国与中亚描绘国际关系 未来新途径 环球时报社评 当地时间7月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尚别 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作为习近平主席 此次中亚之行的最后一战 塔吉克斯坦的欢迎安排隆重而真诚 充分显示了作为守望相助的好邻居 相互支持的好朋友 互利共赢的好伙伴 肝胆相召的好兄弟 中塔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厚 与牢固 习近平主席是在结束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4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后 辅度上别访问的 此次中亚之行 习主席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 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会面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和成果 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 再次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促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 又一次亲密互动 向地区和世界展示了 中国与中亚国家 上合组织成员国 携手共谋发展的坚定信念 和继续深化 牧林友好关系的决心 写就一段段外交佳话 中国与包括哈萨克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在内 中亚国家的交往时 可以追溯至千年以前 这是一份历久弥新的珍贵友谊 这几十年来尽管国际风云变换 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 持续深化 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走出一条中国与邻国关系 发展的成功之道 将千年的历史故事续写了下去 中国同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真正建立在互尊互信的基础之上 不依靠盟约 也不需要数一个对手 更不存在胁迫与强制 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和基础 才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 始终坚如磐石 在涉及独立主权 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尊重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 发展道路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涉内政 这种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 真正的政治互信 也为相互之间的合作 扫清了障碍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 也很朴素 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上合组织峰会前 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时说的这句话 道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各领域 友好关系的真谛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了三个全覆盖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 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覆盖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为894亿美元 比2022年增长27%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光伏电站 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工程等 涉及基建农业和能源等领域的 诸多重大合作项目落地 在塔吉克斯坦 杜上别热电厂等一系列 具有标志性的大型合作项目 为塔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提供了推动力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方成建的新奥运城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有媒体形容 中国与中亚国家民众之间 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其实邻国就应该像邻居一样 通过牧林友好加深了解到 彼此信赖通舟共济 目前中国同中亚五国 已结成约70对友好省州市 十多所孔子学院在中亚落地 鲁班工坊为当地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中哈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 极大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 哈萨克斯坦期间宣布 中方支持明年在哈萨克斯坦 举办中国旅游年 决定在哈萨克斯坦 开设第二家鲁班工坊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联系 将依靠着一条又一条的纽带 传递给下一代 一百多年前 地缘政治之父麦金德 曾有中亚位于世界岛心脏位置的理论 而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相处之道 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与未来 描绘了一幅新途径 当远离了地缘政治冲突 也不再有小院高墙的现实风险 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将会是什么样 中国与中亚国家 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带来了愿景和希望 如今在中亚 中欧班列畅通无阻 投资贸易生机勃勃 人们交流 方心为爱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 大有可为 大有作为 前景可期 无止成全 万众一心 秉持着相互尊重 木林友好 同州共济 互利共赢的交往理念 中国同中亚国家 将共同谱写 更加美好的名片